如果美国松开了狗链子,日本还是很能扑腾一下的。松开链子的日本可以参考现在的英国,两国都是游离于大陆之外的岛国,经济实力非常强。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,经济决定政治上层建筑,当然也包括了军事,有钱才能扩充军备。日本的经济总量世界长期居世界前列,长期以来,日本的国防费用支出,占国民总录的比例是非常低的,不到1%,2017年日本的防务费用支出为450亿美元,总额与英国持平。 但是要注意,日本只占用了GDP的0.9%,而英国是1.8%,目前美国要求盟国防务支出达到2%,松开狗链子的日本。 防务支出分一倍,达到900亿美元,并不存在任何困难,远远称不上穷兵前五。 9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前三强就只有美国、中国、欧盟了,被认为穷兵独武的俄罗斯,防务费用只有区区600亿美元。 日本是准核国家,半条腿就在核门槛里边,它潜在的核武能力非常强,核电能力世界前三,核原料储备丰富,用于模拟核爆炸的超级计算机非常先进。 它跟以色列一样,不需要实际核实验就能拥有核武器,至于弹道导弹水平就更不用说了,秒杀被称为导弹小强的朝鲜和伊朗,日本不计成本,热衷于造固体燃料运载火箭,真的是为了打打迷用卫星,远程固体燃料导弹加小型化核弹头,妥妥能换回一个和大国俱乐部门票。 但是,日本是一个只注重短期发展利益,没有长远战略设计的国家,这从近20年来日本最新旺时代走到当前状况就可看出,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见风使舵,不择手段,已成为典型的两面人,这样的国家如何取信于世界,如何领导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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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